在台湾能够选择的教育类型越来越多 自由度也越来越高 比方实验教育就是在体制外学习 有实验小学说他们本身就是在编写教科书 实验教育的课程天马行空 划船 趴浪都可以是一门课 可是体制外的学习真的能够和主流教育衔接吗 调查发现有86%的毕业生 他们曾经返回体制内的学校 这其中87%表示能够适应 陆地海洋 田野林里都是孩子们的学习区 打破智识框架的实验教育 突然让学生走出教室外 包罗万象的课程中 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 家长们可以选择的教育类型越来越多了 像是最近很热门的实验教育 就是很好的例子 我们先从目前在实验教育体制里的 学生人数来看 108学年度已经达到了17000多人 不过实验教育究竟在实验什么 我们得先跳脱现有的教育体制 好 让我们同队里 你们把这个拿到桌子上来 就算对于生态食物链预知半解 但小姨新生们学习热忱可不输人 其实这堂课的老师 就是从学校毕业的资深学长 我觉得又是差太多变太多了 让小朋友去找到他自己的兴趣 我觉得这样子将来 他要找到自己理想的学校会比较容易 Let's go Now we arrive at Alishan The sunrise in Alishan is beautiful Okay any question Are there any sharks? Yes but it's a little bit of it Not a lot 长吉拉回教室里 无论是学生当其导游 用英文介绍台湾之美 或是用音乐结合乡土语文教学 上实验教育的课 真的很少看见 学生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排排座听讲 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在编写教科书 我们从课程标准版 到90一贯版 到目前的108课观的一个版本 不断的在翻新 我们把所有的年纪都改为全日子的一个课程来规划 我们很多领域的课程就增加了 例如数学我们就比一般的学校要多一节 国语文的话也是多一节到两节 尤其是英语文的部分 我们是真正多出两节 体制外的学习真的能衔接未来升学吗 亲子天下的全台首次实验教育毕业生问诊调查发现 有86%的毕业生曾返回体制内学校 其中87%表示能够适应 而被问到若能重新选择 还会念实验学校吗 也有高达九成以上的毕业生愿意选择就读 但实验教育办学仍面临师资经费及消敌不足的挑战 怎么在有限资源下发挥最大教育量能 把大自然当老师成为不少学校考量 列明国教 豪教无言教 加油 又不通向了 再来 又不通向了 加油 我们在身上还是比 可以用停水 真的是海浪淘淘淘我不怕 孩子们两人一组划着独木舟踏上屋檐角 留下难忘的病理回忆 但他们不只要会划船 一 二 三 三 这里 好 再压我再往前 压 这压 困难跟挑战都是校内课程的一环 但认识海洋不只有这些 学习了一整个上午 终于到了营养午餐的时间了 不过其实吃也是我们的学习课程一环 今天的主教材是布拉提 而这堂课是食于教育 顾米思义就是希望让孩子透过吃来认识海鲜 进而传达永世海洋概念 我们非常强调跟在地跟生活结合 然后所以它是一个跨领域的学习 因为在我们的真实世界里面 它就是一个跨领域的 如果说它的学习是那么的局限在课本里面 那我们的孩子就 未来就很难去培养他 能够进入社会的这样的能力 所以我们就把全世界当做教室的概念 翻展教育的理想还是得面对现实 当我们试着不为孩子们打分数 实验教育的成效如何评估 确实还是最后要给他一个数字 其实我困惑过 我觉得就以学科来说国语数学 不得不说 我在打分数的困惑就是在于 他还是经熟度的问题 对不对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然后这个东西毕竟还是要给他一个 评量的数字就跟传统 其实我觉得没差 可是我困惑 我不知道怎么去调整 然后有人说实验教育 怎么可以把孩子拿来实验呢 其实我真的觉得实验教育 在实验的往往是大人 因为老师们的感受就是 我不管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 教学策略 如果没有办法带起孩子的学习动机 其实那都是零 他等于就是被动的接受 我们学校老师给的一些指令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是能够自己学会选择 然后也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这两张图它呈现的数据是 滴滴板会比较吸热 然后不知不觉不吸热 你我印象中的理化课 变成实验发表团体讨论 整间教室唯一的一本课本 还是给老师备课用的 实验教育三法已经通过五年多 新的教学模式 老师也还在摸索 我真的蛮紧张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不太确定学生到底会 产出什么样的答案 就主要不会是一个知识点的简合说 他讨论出来的对或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就看讲义化重点就好 但他如果藉由这样的过程去看 他们从活动中归纳的能力在哪里 他讨论他的口头能力在哪里 会是评分的方法 一个是考试 考试 考试 然后读书 读书 甚至说考试的学校我也不是不喜欢 但是你总不可能成天考试吧 普通学校像是理化课的话 他们就可能只是写考卷 就是因为我们做实验 就是有结合到课本的部分 然后因为做实验都懂 所以就比较好理解 拼起来学生们倒是很懂 实验教育到底教了什么 但多元适性的学习 大环境仍有不足之处 国中到高中阶段会面临到是会考 实验教育它里面学习的内容 不一定能够帮助孩子能够良好地准备会考 如果到高中到大学阶段 如果要走考试入学或者是申请入学管道 它就不一定有竞争力了 我们国家的这个失陪体系 并不能完全地培养这个实验教育的师资 那这个导致的问题就是流动率比较高 流任率比较低 实验教育让我们看见 孩子在学科以外的天分后 分数以外的价值又能为孩子的升学之路加分多少 在现有的教学体制中 不谈分数真的很难 实验家长都在寻找平衡点 体育毕业新闻 陈建民和佩如 台北新美宜兰 总播报道